医病共享决策 接受头颈部手术、化学及放射线治疗造成的吞咽困难 或适合哪种进食方式? 头颈癌患者接受手术治疗、放射线治疗及化学治疗时 常见副作用有 1.切除的组织、影响咀嚼及吞咽功能 2.张口困难 3.味觉改变 4.口腔黏膜炎 5.口肝 6.恶心呕吐 7.食欲降低 当这些症状出现时 可能会造成病患进食困难而产生体重下降 营养不良 进而产生体力衰竭和延后治疗或非预期住院风险 为使患者于治疗期间能正常摄取足够的营养 管管进食方式可能是一个解决短期或长期营养摄取的有效方式 我可以有什么选择 1.疾病或治疗中后其副作用 让病人无法正常有口进食就无法摄取足够热量 营养不冲击药物导致治疗中断 2.因吞咽困难 亦在进食中呛咳而发生吸入性肺炎情况 2.鼻胃管放置方法 鼻胃管是一条从鼻孔置入 经过咽喉进到胃部的透明细胶管 鼻胃管灌食优点 1.不用任何麻醉 2.管路可随时置放或移除 不一定要到医院执行 3.没有伤口 鼻胃管灌食缺点 1.侵入性 管路放置时 依造成呕吐反射不适或不易放置 放置完有异物感 2.不适合长期使用 依照材质需定期更换 3.长期放置会造成鼻痘炎 鼻孔鸭窗 食道鸭窗 溃疡 鼻出血 反复吸入性肺炎等 4.外表可看出鼻胃管 5.罐子细 容易塞住 固罐时食物的种类选择少 只能罐全流直 胃灶口放置方法 需进手术室采犬深麻醉进行 于胃及腹壁上穿刺 将导管穿入胃部 形成一个灶口 胃罩口罐时优点 1.胃罩口更换管路简单许多 2.叫眉官外表看不出来 3.不会有鼻胃管放置时的刺激感与不舒服 4.罐子粗 不容易塞住 罐时食物的种类选择多 胃罩口罐时缺点 1.聚侵入性 需进手术室 因此当管路滑坡或更换皆需要到医院 2.有短期疼痛 潜在出血 胃穿孔 感染等问题 我该怎么选择 想想看您所考虑的事情会如何影响您选择摄取营养的方式呢 可依照您重视程度勾选您所在意的事 经上述考量后选择适合自己的进食方式 若您对于治疗期间进食方式的选择 有任何问题 可洽询您的肿瘤个案管理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